主料,糯米粉150克,姜米粉50克,花生30克,辅量,片糖,芝麻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将花生和芝麻炒香,花生去皮和芝麻,一起放入搅拌机中打碎,或者将花生和芝麻放入酒中打碎,取出代用,片糖加入等量的水,用小火煮融。 将糖水熬成略粘稠的糖浆,糯米粉加入适量冷水合成光滑的粉团,将粉团捏成长条,分成大小合适的剂子,再搓圆成圆球状,可以一边做汤圆一边熬糖浆,将糖浆放入温水中煮熟,浮起后再掠煮一会即可,牢猪放入糖浆中扮运掠煮,牢猪撒上花生芝麻碎即可,趁着食用,烹饪技巧。 一,用糯米粉和粘米粉是为了使汤圆口感不会太粘,全部用糯米粉也是可以的,糯米粉和粘米粉的比例,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调整。 糯米粉越多越粘,二片糖在超市有瘦,如果找不到用红糖也可以。 三,汤圆要做的小一些,因为没有馅,太大不好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